大家好,欢迎收听公子播客的143集 雲公子你好,小公子好,这次又是月阳录音 真的不好意思,上个星期我们比较忙,录不了,而且出错了 是的,大师经常说我们这家亚洲电视的党纪很有问题,包括我自己 是有些问题的,第一就是上载错了 文案好像是对的,但是声带是错了 是的,原来一早已经是错了 但是你要再做,那位朋友又不是全职的,你也知道 是的,又要隔了两天,结果就 放下了,又迟了,没办法 所以跟各位公子播客捧场的读者说一声对不起 是的,真的非常抱怯,因为很多人等我们的节目出售 是的,等我们的节目出售,虽然有这么多波折 但是基本盘都还在 而且有人都继续是,好像上次付50元那人继续有付钱 是的 是的 那真的多谢大家了 多谢超级的 对大家的口爱了 希望以后都做足一点 黄公子,上次应该是三个星期之前跟你录音了 原来你是录完音就去了东京了 是的,那时候就差不多了 那接着又回来? 不,下个月还没回来,下个月还有两个星期 那这次去东京有什么特别节目呢? 没有什么特别节目,只是出去吃饭 现在有些朋友来就出去吃饭,其实没什么特别节目 有很多朋友来吗? 也有的 来了又走了一些 依然有些可能会失去的 我未到的就已经到了 那有没有交集呢? 也有的 怎会是交集呢? 有些人来了,他未走之前,第二批又到一起玩 也少一些,现在很少一大班人约了 那这次去了三个星期东京,东京的天气是怎么样? 现在是舒服的 不过刚刚来的时候就常常下雨 反而香港那时候,现在你们都出太阳了 除了打风那几天 香港也挺好的环境 但问题也是偏高一些 是吧 这里就有20天 21,21,21,21度 没有你这么正 现在我身处今天 现在今天应该都是28,28,29度 28,29度就真的热了 28,9度就真的热了 不,现在叫凉爽 27,28度 是啊,凉爽了 就是过得去 那说回吧,你上次走了之后 我酝酿了几天,多谢你用了两集时间 然后我就要酝酿了 然后我就要酝酿了 因为我跟你说过,我个人要么就不做 就是做就会很徹底的做下去 酝酿了大概两三天 我想整个过程就到了这一刻 应该大概是第十六七天 是 好了,一开始第一天 我也是跟几个规则 我也是跟几个规则 就像你所说的 不要 割了早上一杯冬奶茶 喝咋啡 糖啦,糖啦 糖啦 然后就 完全割碳水饭药物 其实是割不了的 我最过的一头一几天我还将 薯仔 当了薯仔不是 一开始就很简单 早上就喝杯咋啡 吃两个烧蛋 然后下午就尽量 不是尽量了,我是下午完全不吃饭 或者是吃半只鸡啦 然后我附近,公司附近有一间很热闹的茶餐厅 是 怎样的呢 他那些 午餐,例如 梁瓜牛肉饭 他就一碟 一碟梁瓜 然后装碗饭 即是你不要那碗饭 是的,我就不要那碗饭 有时就去那里 给多些梁瓜 然后 第一天 老闆都说 字下座 我又说 加10元 然后 他又不用 随量 然后 结果我有几天都在那家茶餐吃 梁瓜牛肉 我就是吃梁瓜牛肉 通菜肉片 我就是通菜肉片 因为他几味之中 当然有一味是 这个叫做家常菜的 是的 其他那些是中式牛柳 咖喱油冷饭 我都没吃 然后 下午又不喝凍奶茶 就喝凍檸茶 酒甜 酒甜 或者小甜 然后晚上又不吃 太水饭 不吃饭 只吃菜和肉 是的 其他东西就无力再追踪了 然后 这件事呢 首先讲讲成果 第一天 我上星期和你做那两集节目 开警号的时候 我差不多是89kg 200磅 200磅 可能磅的时候也有背囊 我想应该是 88.5kg 已经开始起步了 是 那现在那三个星期就是82kg OK 大概是6kg 7kg 6kg 其实过去那三天是没有减减过的 是 我再问你 是不是所谓进入了平颈位 应该是没有那么快的 应该是没有那么快的 开头的那些磅数是比较快的 是呀 传下来的 是的 因为你 第一你如果吃少 因为其实你不吃饭 你可能吃少了很咸的东西 很多未蒸的东西 是 其实你的身体也没有收到那么多水 其实还有几样东西 我上次很笼统的跟你说完 我后来想一想 其实有什么都没说 没关系 因为我有点补充 因为中间还有个 亚洲电视的读者 找过我 是 找你过来 很 阿威文 为什么 很担心你 不是 他一来跟我们买一些 MMM 然后 我们有几年时间都会见面 他也是健康班的朋友 我稍后会跟你说 跟我分享 他也分享了很多细节 给我听 那些师兄弟说的最好 是的 例如那些吃坚果 就不是什么坚果都能吃的 是的 其实是很多 其实要视乎你想追求到多少深 是的 因为后来去到 欧均冻灵班 其实门槃真的很高 其实我已经做不到 有很多事情我已经做不到 那 说回先 我的减肥经历 头个星期就有些磅 每天半公斤半公斤走 但是真的很辛苦 是 那时候你好像找我一次的嘛 我叫你千万不要 限制自己 那天就是第二天 是的 第二天我想去游泳 但是发现自己完全是手远脚远努力的 这个也不重要 我头个星期完全是 第一手远脚远努力 第二就是 很想睡觉 第三就是 处于一个极度激昂的状态 就是我曾经去试过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 我在街上经过面包店站在望远面包 然后是 然后就是 利用呼吸 就闻那些面包 是的 曾经去到这么严重 你这个 其实你这个是折磨自己的 不是 我先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就是告诉你 那其实呢 整件事 是 怎样 就是 跟着就 做事很慢 脑完全想不到 也不是想不到 就是没有了50%的功能 是 以前写东西 脑会有些磁碟出来的 接着那几天 是完全零的 接着就要开回一些文章 看回一些文字 接着才可以 有些文字的概念 很小 那我想问后来是怎样的 后来是否更好 这种极度饥饿的情况 就在第一个星期开始 是 接着就慢慢就有少少好转 在工作上 都回复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 最大的转折是什么时候呢 最大的转折应该是四日前 是 我开始进入 这些 磅 没有再下 即是 在82.5%到82% 即是吃东西是82.5% 接着就82% 这段时间 当他的体重没有再下 我就回复正常了 是 是的 即是我的身体就能够适应 刚刚新鲜滚热 我昨晚去摩利神山再游泳 我是可以 游回之前的水平 OK 我之前的水平就是可以用自由式游二十个糖 是 接着我 那种减肥 我给你电话那天 是的 我去到那些浸水 哇 即是 哇 又游到八九个糖 还要是非常辛苦 那种辛苦又不是 是直接没有力 是 还有 那天之后 我隔了两天 我去游泳 我是生平第一次 是觉得那些水很冷 我走了 还有 最开始你又跟我说 你是乞业 还要吃少了东西的 没有啊 其实没有啊 哦是吗 你说七成饱 我问了你 我那晚在巴士站林去游泳的时候 我就打给你了 你跟我说 你说可以吃菜吃肉吃到饱 是的 我就是吃饱了 是的 我就是下午去全张鸡吃半只鸡 是 晚上吃 试过有一晚就吃了七件猪扒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可以吃饱了 是可以吃饱的 还有其实饱了多久 三个小时就什么都没有了 哦 那你可以这么说的 是 那其实 你如果这样听下去 起码你的身体 起码精神 和体力方面 已经接受了你现在的 接受了 吃的食品 和粮 起码 是的 我觉得中间最大的分野就是 我是 没有碰饭 是的 那么早上有时候 因为要去厕所 是 就是 始终有便秘的问题 那么现在早上有时都会喝 有时都会叫奶茶 但是不喝 就是要去厕所 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之前喝咸啡 那我去厕所不行 那你现在就叫一杯奶茶 或者冻奶茶 那么 之前就一上来就喝的嘛 现在不是 就是冻奶茶来了 那我就会喝几口 是 行不行 那如果有去厕所的讯号 你听我说 是 我就先去厕所 然后回来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如果第二天我没有去厕所的需要 我就会再喝咸啡 哦 哦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始终是工作的 环境的问题 始终都戒不尽 这个就 看看你如何 就是糖我也可以戒尽的 是 因为你不吃甜的 或者冻奶茶 是不是真的要少甜 其实你少甜的概念是什么 我走 是的 走走了就算了 饭的 最好就是 如果你戒得到的 就清一点 头两个月做到 就会好 就会好一点 是 我饭戒得到的了 是的 那接着就是 你饭的意思就是粥粉面饭 粥粉面饭 面包 饼干 全部都戒掉 那你有没有很辛苦 不吃这些东西 就是头十天很辛苦 但是你不愿意吃的 是不是 辛苦的意思是饥饿的 有些人恨吃的 那些人更难搞的 恨吃? 就是会很想吃饭 他不吃饭 有些人是真的会这么说的 我不吃饭不行的 就会心思思想吃饭 我是那些人来的 是吗 但是我想我意志克服了 是的 我是那些人来的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就不是意不意志的问题 纯粹你以为自己是 你其实不是真的 是的 如果简单说的 我叫你戒烟也不行 戒烟你就应该不行 戒烟 我跟你说我戒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 我那个时候 那个女孩去了医院住 我就戒了三年 她在医院 我没有理由 在医院还拿着有烟饮 我出去了病房 因为环境不让我吃 我就没吃 又不是三年了 我想年多了 那后来就吃点 那后来女儿没有这么严重 我不用在医院睡的时候 回去又开始吃 那这个 这是下一步 我知道有些人 真的不知道有些人 会真的喜欢吃饭 会想吃饭 有 因为这样的 其实你说我跟医院的东西 当然我有上读 有听到这些东西 但是好像你刚才说的 便秘问题 我从来都没有 是 所以她说这些东西 她有解释的 还有她有些办法的 但是我听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不是很留心的 因为不关我事 我知道 就算甚至乎你喜欢吃 碳水化合物的人 嗯 在首两个月结束之后 她是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吃碳水化合物 吃哪种类型 她有说的 但是我其实听过就算了 因为我 本身不喜欢吃 嗯 我没有想着回头了 是啊 其实那就好了 没想着回头 还有 现在也找到一个平衡点 比如说 我晚上会很肚饿 那我就不如早点睡吧 是吧 之前也说 在首10天 我现在说在首10天左右 我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整天都 两三年饿醒 我会的 饿醒 那出来 就想办法找些东西咬口 你明白吗? 咬咬就是跟自己的心理来的 我是不会明白 因为我不会这样 现在不是最好 我们分享不同的案例 是的 我就会找些东西咬咬 咬完之后 譬如我那几天就有人 我好像说过给你 有人送了一盒的齿饼 给我 是的 接着我就说 不要搞这些东西 是的 但是没办法 我觉得就是 结果咬了一盒的齿饼 就不停照 不停照 照 令到嘴巴没那么哄 我跟你说过 我出现的问题就是 口哄 是的 很哄 很哄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没了 这几天没了 这些事 OK 出现的问题就很哄 做不了事 坐在那里 脑子是空白的 之前脑子是有文字的 有磁碟的 有词汇的 有想法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 出现的那10天 现在是后患了 现在是后患了 未去回原本 即是 要去回要在电脑或者手机里 开开其他文件出来看 才能够把这些东西 我想是这样的 你慢慢剪掉一些糖分 其实糖分到最后都是变糖 是的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人是肥的 大部分都会有 移倒数阻礦 或者是礦阻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译 是的 如果你上网再看的话 其实你有了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你要 令到自己不要再有这种东西 其实是要戒得比较清 过了一段时间 等你身体渐渐消化 肝里面 内脏都存在那些脂肪之后 其实你就会 渐渐变回正常的人 到时候 你说想吃一点点 不是不行的 不是那么好 但是也不会像现在 你 你 根本没清晒又吃一点 没清晒又吃一点 效果一定没那么好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一定要坚持 要我们坚持 起码两个月 就是起码两个月 效果最好 当然了 你现在 再欠缺的 我听下去 就好像 你现在游泳 大概多久做一次 我最近这两三天做得回 大概隔天都能去到 另外晚上就做得回 坐下和平靶 我第一天 我第一天开始 但头那几天 平靶连个人都升不起 是的 我也是建议那样东西 如果现在你说 可能现在还是热 但如果可以走到 走多一点 走的我也有走 就是你做一个站落车 做一个站 你上班下班都做一个站落车 其实都可以走 走够了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最划算是你吃饭 吃饭之后你出去 就算三个字 没有走不到半个钟 你走三个字 才买位坐 比你 好过你吃饱 就立即坐下 我会呀 现在都继续做 我自己就舒服了很多 第一件事我的肚腩已经收了 已经收了 现在穿长褲 不知道的 其实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是跟天气凉了 也挺适合的 刚刚天气凉了 我就做这一件事 相得益章 舒服的那些 尤其是你穿得凉一点 你再走一走 就容易走一点 但是我34度叫你走 其实是很辛苦的 38 尤其是你不是我那样 换了T恤短褲出去走 你真的穿上班衣服走 你穿上班衣服走 你现在就 现在就可以做一个站 下车走回家 走多一点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大的要求 反而你说平板 其实 你说 坐下也好 cruncher也好 那些其实不算太有用的 我没有东西那些是锻炼的 是啊 你习惯了做的 可以继续做的 没什么兴趣 是啊 但是走的我觉得重要一点 还有再尝试的就是 断食 我们的读者 听众也有在写 说他只是做断食 好像他只是做断食 一手有几磅 是 断食就是 怎样将你 餐与餐之间的时间 延长得最久 就是 一般人来说 通常都是 吃晚餐 最好的当然是吃早餐下午 晚上不吃 一直到第二天再吃早餐 那你可以就行了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因为你 吃完下午到第二天早餐才吃 是很长时间的 是 那我自己就 通常就是吃 午餐和晚餐 午餐和晚餐 是的 我晚餐就大概 我通常都8点前 什么都吃完 嗯 那我午餐就尽可能 午餐就 1点左右 10点半 1点左右 吃 嗯 那你数回 8点 大概16 7个小时 就是16个小时 16个小时 8个小时吃东西 大概是这样 但是如果做了17 那就17 视乎你想做 但是 那个 你想做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当然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上班就很难 因为那时候 可能6点多又要起床 7点松点起床 然后你要去到 如果我要你熬到 1点钟才吃饭 你是 5、6个小时 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完全没有东西 有些人是做不到的 有时候很难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 可以试的就是你煮两只蛋 煮两只蛋 带回公司才吃 就是拖得多久 拖得多久 好啊 试试拖得多久 拖得多久 明白 试试咖啡或者茶你可以喝的 你喜欢喝一些暖的东西 你可以喝的 即是你早上在家 你喜欢喝杯咖啡 回到公司再喝杯茶 好 什么都好 那些是可以的 但是那两只蛋 就 这么迟 OK 9点就9点 9点半就9点半 9点9就9点半 哦 就是明白 有这么迟就这么迟 是的 OK 尝试去这样去做 当然最完美最完美的 你早餐都离开了 就下午才吃 但是不行的 那两只蛋就带着在公司吃 明白 我试试 我想你现在这样再加上走路 其实是很 我想你会有多快 因为那个 目标就是你不想 第一 千万不要学那些人说 什么小吃多餐的东西 是 最好就是你每天就吃两次 我知道 明白 你的胰壮就是做两次 就是那段时间做的 过了这段时间 就休息了 所以为什么 其实你不停地小吃多餐 其实对身体那个 尤其是你胰壮的 压力其实很大 他刚刚做完 停一停 你又塞一些东西 然后他又要做 就是 做七八次 你想想他 对比起一个 一天才做两次的胰壮 别人是否比你更多 就是这样 但是有个问题是 似乎小吃多餐 很多人遵从 这个是很旧式的想法 其实有几个 最大的谋误 减肥 和第一卡路里有关 就是那些人不喜欢数卡路里 一杯可乐又不知道 二百多三百 你要做运动 做二百多三百 这个一定是很古老的想法 这个是很古老的 其实是和 异倒数 那个 那个 荷尔蒙 那个 关系大很多 所以为什么异倒数 如果你有左抗的话 其实最大的问题 你的身体一直都以为 因为你太多糖 在里面 如果 当然是很复杂 要解释所有的事情 但是最简单的就是 你的身体如果长期处于 如果高的时候 你的身体经常以为 我要草肥 因为有个信号给脑了 我现在要草肥 所以 你吃的东西 他先存在脂肪里 嗯 接着你吃的东西 我当你吃一千卡路里 我先不要说你吃了一块牛扒 他有八成的能量 他放了下去 先存在 因为我觉得 你现在根本够了 那我就存在 先变成脂肪 那你就死了 接着呢 其实你吃完东西之后 你为什么会累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八成的能量 先存在 一两成你用到 那你个人就累了 是 本来正正常常一个人 吃一块牛扒 都用了所有东西 那就是这件事 为什么令到 那些人 好像说 我们好像不知 早两集讲过的 就是说 为什么肥的人 不一定 他吃餐餐吃东西多过你 而是他根本身体 已经进入了 这个胰盗素阻抗的 状态 变成了他吃的东西 全部 他身体就先帮他存起 不是先帮他消化 即是转化成为能量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说 算卡路里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这件事 是 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谬误 另外就是 另外的人说什么 少许多餐那些 全部都是废话 基本上是 吃水果 活手 水果就 就是 三十四年 当时 当时 自伴 就是 我觉得日本仔有个好处 因为日本仔的生果很贵 是 我去那些餐厅吃过我人生觉得最好吃的苹果 是真的很好吃的 吃完之后 但是你吃完一个餐之后 他真的是给了一片苹果 这么尼触珍贵 但是真的很甜 但是我吃过这么好吃的苹果 我真的不喜欢吃苹果 但是苹果真的很好吃 但是他真的给了一片苹果 我觉得都合理 现在你想起来就合理 因为人家就当甜品那样吃 是 但是香港人就是你知道的 去过旅行团 跟你去到哪里就 都有没有哪里去买到生果 很厉害的 香港都吃生果 是呀 可不可以车车我们去买生果 整个车人就下车买生果 好像不吃生果就不能去厕所 是呀 而且生果基本上是 健康的象征 华人社会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谋误 要戒掉它 因为果酮 其实你要知道是糖尼 不要当是好东西 所以这些 大的谋误 你避免了 还有什么大的谋误 小吃多餐是大谋误 是啊 小吃多餐 生果好 那种类型 算卡路里 这些 算卡路里其实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做的 尤其是你如果去健身的话 那些教练全部都是教你算 你应该是 吃2000 那你现在吃1700就比较轻 他和你计算这些数 但是 我吃1700只喝汽水那怎么办呢 我喝五罐汽水是不是没有问题 就是 不同的嘛 不可以当所有东西都是用一个能量的 不是的 我也很认真的 有一天 在沙田开工 迫不得已 没办法再找到东西 所有地方都爆了 你明白的 星期日的 沙田 市中心 没办法 什么地方都爆了 最后唯有只要买麦当劳外卖 全部爆了 所有地方都有人等着吃 那你吃了什么呢 你吃了什么呢 结果就很饿了 结果就买了双层芝士马寶 我还有其他人买的 我回去也把那两个包丢了 只是吃双层芝士马寶 就是吃双层芝士马寶 连青瓜都撇了 接着就吃了 几条薯条 是 接着就算了 那也算是很认真的 没办法 你也算是很认真的 没办法 因为也不想破戒 尽量不吃包 另一件事我分享一下 我这次的经历 还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自从我开始很肚饿之后 我发现我喝水 觉得水是很好喝的 哦 之前是没有味的 对我来说水是没有味的 但是当我处于好饥饿的状态的时候 我现在开始 我觉得水是很好喝的 喝一杯水的时候 我会喝点味 不如这么说 如果你真的戒到糖很清 过一段时间 你试试再 到时你如果再喝汽水 其实汽水不会喝 意思是什么呢 你会觉得是一些不好喝的东西 是 你会觉得那么怪的味道 为什么自己以前会觉得那么好喝呢 因为以前我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只会整箱可乐在家 但是我不是每天喝的 但是有时吃饭我就会想喝的 后来我戒了之后 就发现 第一 那箱子继续在 放在那里 没碰过 然后 有些可能再冲在冲櫃 有些就开了一瓶来 一喝 不太适合 即是意识了 就是你没有了想喝的习惯 我现在也没有了 譬如我以前也挺喜欢吃饭的 是 譬如我今天下午 我今天下午去一个地方吃东西 全香港顶瓜瓜的梅菜扣肉 是 送上来的时候 全香港顶瓜瓜 不想说哪里 顶瓜瓜之中的顶瓜瓜 那我的同事不弱而同 我都叫他们 我来送饭 一流的东西 是 梅菜扣肉加少急送法 天下第一尾尾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吃够扣肉就算了 没有那种渴望 我知道是很好吃 但是我就没有那种渴望 我都开始出现了 那也好 你习惯了 基本上你心态就调整了 这是好事来的 其实 尤其在日本 有时看到一些东西 尤其是甜品 因为日本外出现 其实 不同的香港 香港的时候吃的咸 尤其是鱼蛋 也是咸 很多时候这里吃的东西 全部都是甜品 你看下去 冬蛋也好 蛋糕也好 什么都好 那些东西真的做得很漂亮 但是其实 我多看一看 其实是不是那些东西 又不是很特别 看了不吃就算了 其实最重要是可以做到一点 你又不觉得有很大的损失 我觉得那已经是 很辛苦 我最近这五天 当那些榜没再下去的时候 我已经什么都不是很大损失 没有了那种感觉 没有想要什么 尤其是昨天晚上我起了水 灌注到那些力 可以撲回叠 你明白中间那十几天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办法游到自由式 没有办法用到力 我到昨天晚上已经可以撲回叠 自由式也可以用 那我们可以专心的要怕 那我也觉得 适应了 那我就觉得 那我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最重要是做到这件事情 以及你身体现在整体是好的 你的感觉舒服 这会重备 这会很重要 其实我想早些天就问你 益生菌可以吗 益生菌 有点有用,但是便秘这个问题好像有一样伴侣食是有帮到手,但是我真的印象中 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从来没有理过,看看有没有听众系那班里面可以提醒你 希望如果有的,麻烦你帮帮我,但是我记得讨论的时候,有其他同学是有这个问题的 而那时候R君的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你身体试验了应该没有问题,到有问题是有一种伺候的,但是我已经忘记了那种是什么 是,非常之好 是的,希望听众里面有那个,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应该要上课,进入群组是很重要的,问问题 不是,你也很成功 我也是 那就要看你要求什么 你刚才说的,你又说你是否追求那种极致 是,那些是类似的,他们后来玩到有一天吃一些很清的东西 是,你是否追求那种极致 那种类似的,可能是番茄,茄子,那种类似的都不行 是 那调味料也是有限制的 是 所以我又是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件事 尤其是我经常走来走去,来到日本,你出去吃饭,已经吃了一招了,不用说其他东西了 不是,我们下一集再说,一会有微敏和我分享一些东西 我们今集先转转话题 因为这集就是,我们今天六月应该星期五出到街了 我们说了几集好像你的真人酥那样,把你摆出来像是实验品那样 不要紧 这个节目是非常随意的 我们的玩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立刻转话题 喂,你觉得Donald Trump赢,何锦麗赢 喂,你觉不觉得,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问你,你觉不觉得少了很多新闻说的东西 少了很多 是不是,比往年的选举呢 第一,就是香港的形势变了 你只是传媒也少了几间 你现在看新闻也不是说很多这些东西 我跟着就是想补充 但是我也有看外国媒体 真的少的 就是比,还有那个分析面是差不多有少少 因为我都对上一届的选举 就是Donald Trump对拜登的选举 都很历历在目的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Donald Trump 没有理由会输 是 那就出乎我意料 当时也因为四年前要做一些讨论 我都很留意这些新闻 是多很多 就是层面多很多 所以,还有现在最,问题就来了 普通你先当TVB 都不是说很多 TVB已经是比较没有 对于香港来说 不会有任何偏见 说 报道哪个是领先 那类的事情 因为你看美国媒体是很麻烦的 不用说了 我今天下午三点多才看New York Times的网上版 何锦丽在每个摇摆的周围都略略领先 在每一个摇摆周围 我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要看这些东西 我也很清楚 我上去哪里看 就想看到哪 就会看到什么 我都可以预计 一定 那有什么意思 那变成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所谓的新闻某程度上也是一种娱乐 是 这样就变成是你非常有兴趣想看某一种说法 就是某一个帮哪一边说的 你就看看 这些都是一定的 对不对 你有一只深水的马 对不对 现在的程度已经变成全世界都知道是这样玩 很简单 你想听什么 就自己来找来听 是的 例如我现在跑马 也最喜欢 例如我有一只马 我很喜欢的 叫做聪明导弹 然后我就 计论上 怎样都会买 因为我的心水 但你总是要听一下马平家 看看你有没有品提 一些好东西 如果他突然之间说起聪明导弹 其实这只马 颓了这么久 今场应该到位 那时候你会信心加强 那时候你会信心加强 这个也是互联网兴起之后的很重要 我的问题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因为你已经太清楚了 其实你已经走在路上 你也是想要这件事 他给你 那件事对于你来说有多真 但是你又不可以否定 这个世界真的有摇摆坟州 就是你不可以否定 就是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 是你说的那种 我都是喜欢特朗普的 我就是听到特朗普喜欢的人 我也是喜欢何锦丽的 那天有一家新闻 在纽约街头访问那些人 投票意向 他都说 No Trump 很简单 特朗普我就说 这种想法 有些人说 一定不是何锦丽 难道我觉得他笑声好听吗 类似这样的说法 但是你不可以排除这个世界 真的有一部分是摇摆坟州的 他们真的希望 或者他们的决定 真的不是由于他们的政见 而去决定的 是 他们真的会看了很多东西 每个都说姜濤英俊 你整整一下都觉得姜濤英俊 大家都是想看一看 看看是否这样 好了 看完之后还要发现 他还要有孝顺 是啊 你记得更多东西的时候 正如我 又不好意思 用回日本做例子 那你刚刚的投票 日本军人投票 那23%的投票率 老实说 这一个民主国家来说 对不对 你记得我们之前的区议会选举 就是说达不到三成 不高兴了 香港的状态 你三成都不高兴了 那你日本做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 你百分之23 那就是大部分人 对政治死心了 是啊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那就算了 大家都知道是流的 你可想而知 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 现在美国选举也是 其实共和党的州份 一定是共和党的 民主党的州份 一定是民主党的 好了 现在在说的 不知道五个 还是六个 摇摆奔州 那就是其中一个摇摆奔州 是啊 大家在那里去增相競逐 那你就算是支持何锦麗的 我们叫右派媒体 其实也不错 抱歉 左派媒体 是 就是支持何锦麗的 特朗普口里的左派媒体 就算是支持特朗普 支持何锦麗的左派媒体 他们都要把百分比写成 何锦麗现在在险胜 49% 对特朗普的48% 他都不敢胡来 他都不敢写51 对 他都不敢写53 对47 他都不敢 但是53和47和49和48 我一看就知道 你都是作的 是 你凭什么做出来 你的sampling是怎么做的 一个州里面 整个州的选民的 意向投票率 竟然是何锦麗49% Donald Trump48% 接着1%的人还没决定 不要跟我说这些东西了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具体的一件事 你说 我访问一个580人的 在中部一个难够小镇 全部人都接受了问卷调查 或者当面做interview 是不是 这些都是假的 是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 第一 今年 你说 哪个赢 根本都很难去看 视乎你看到哪个赢 我说就说得很近 但是实际上 是5倍6 是 就是 一个是1.8 一个是2.2 就是上下盘的高水和低水 就是叫你不要赌 不是 其实 当只有两个来选择的时候 特朗普已经大幅抛离了 是 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上盘还是下盘的时候 特朗普已经大幅抛离了 何锦麗 他是5倍4 就是1.8倍 是 而何锦麗就是超过2倍 中间已经有2% 不是 20%分野 对不对 那理论上应该是1.95到1.96 或者1.99到1.98 我们叫平均 嗯 假设他抽水抽很少的话 所以 现在去到1.8倍 就是说 其实 赔率上 特朗普就领先了很多 而且 市场也好像是 估计了 就是偏向了 当是特朗普会赢 对 市场也告诉你 对不对 是 是 那个 走火 巴菲特 是 套现 他也支持了 如果你何锦麗当宣 就是不变 那用什么套现 这个就是套现 他已经告诉你 就是特朗普人 这个也是 对上一次 4年前没有这样发生的事情 我想还有一件事 我想说 又中枪 那个已经丢探了 这边是拜登出选的 那边是老人牵围 党来劝退 那他就找了一个 在过去那四年都不是很触目的女人上来 就是有东西都不让他做的人 对 有东西都不让他做的副总统 而且整个美国都普遍都知道这位女士是有点无能的 好了 这样的时候 你这样放在何锦麗出来 你出来都是49对48 那如果是真相 你明白什么意思 我求其他人都可以 我心里面再说一句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放在何锦麗 真的像你民调说 4948 还赢你特朗普少少 如果我放在康套老师 我一定会赢 那问题是 你明白我意思 我明白就是这样 到最后也是 问回之前的问题 你民主党真的没有其他人 那我又问回这个问题 因为你共和党 已经没有人了 共和党那个人贏了 现在的问题 是 民主党真的没有人 是的 民主党现在出来没有人 结果贾大伦 贾大伦 贾大伦 其实特朗普的利害之处 就是没有丑闻 是的 基本上没有丑闻 因为他的丑闻是百度不侵的 有什么坏事我没做过 我三年前摸个女人 我怎会没有摸个女人 所以他基本上是百度不侵的 是 连大搞到 何锦麗以前是靠男人上位 做情婦 那些都没什么所谓 没所谓的 以前美国佬有些道德高地 觉得这些不行那些不行 现在全部都没了 我想全世界都没什么道德高地 去到一个大水退的年代 真的是大水退 上一件事 美国的通胀真的很严重 我只是通胀的问题 我已经觉得是何锦麗输了 你过去政府 经济好 股票不代表经济好 香港人最明白 股票不代表经济差 股票不代表经济差 你经常说股票屡创新高 但是国内的人消费力 但是真的消费力 通胀非常之厉害 我看片段新闻才说 有一篇评论说 美国的通胀 为什么这几年物货不贵 是疫情打断了我们的国际供应链 你现在才说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最后那篇文章 到最后还要加多一句 整个世界供应链 操纵在某个邪恶的国家手里面 我们美国是很难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些废话 就是说些废话 在供应链我们要和他割断 结果等等 那关什么事 你过去那几年又不说 物格不减升上来 不是,放在 Facebook 是 不断地把那些币放上去 就是上两个月买超市场是这样的钱 是的 上个月在加州吃过糖水 就是10元美金 今个月15元美金 一碟肠粉加一碗糖水25元美金 然后他说一般市民的消费是失控的 但是他又不知为什么在其他地方补贴 通脏又不是很严重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 说真的也是贴身的 你生活得好 那你就觉得OK 其实是这样 说什么都没有用 说什么都是假的 两害取其轻 那当然是坏的 那有什么时候比较好 除了李世民当道之外 精灌之治也没有好处 不是 现在的唯一好处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好处 一样 那你看工党推出来的加税方案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还不回来 奥苏利云都来了 我怕整个桌球街都离了 立刻搬走 身体力人 很简单 他移民过来香港一定是逃税 一定是 一定是为了税务原因 是啊 如果他可以用这个方法涂到税务 说明一下 英国是全球精税的 可以 就是对这类这样的案子 是不是 可以 他以前好像好像 好像最近做 不知道早两年 有一些 例子就是说 你不是住在 有些人可以说 你不是住在英国的 如果不是住在那里 你在英国的收入就要报 但是外面的收入就不用报给他 类似是这样的 那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清楚 我说完之后 因为他之前是新伟成的老婆 很富有的 但是他就认识了自己是 浪丹麦娑就不是住在那里 他家里很有钱 所以他有很多岁就避了 不用避免了 然后搞到现在 因为太高颜色 就被人揭穿了之后 就改了这些例子 但是改了之后 怎样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是不清楚 但是我就是始终那句 我做人更现实 那你比你奥书尼雲 你这样过来香港定居 就走完那些数 又不是这么简单 你是不是当我指责的 是不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也是合理的 你这么高调 就这样走来玩 我给你这样 就走了二三百万磅英镑的税 那你是不是当我英国政府指责的 那就是当英国政府 你帮香港政府做宣传而已 那只是一件事 如果你这样走了 其他人跟着你来香港 又走完那些税 那又怎么办呢 我只是说一句 如果这个世界这么容易 就不用做那么多东西 那就要看看英国佬 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我们香港人最喜欢的法治精神 是啊 那我不知道 那当然他来到这么高调 那我想他就脱脱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他 你也知道他 我知道 但是我不看出球 你也知道 那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是有私来打出球最棒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只有48岁 是啊 因为他很早出道 17岁出道 我看他的样子也不觉得他是48岁 那还有一件事 他是爱财如命的 是的 那没有人知道他 他的生活也不太奢华 但是他赚了很多钱 不用说了 他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的生活也不奢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非常之 没有人知道 有人都说过 蘇利文是花钱的问题 喂 你究竟这些钱在哪呢 那不知道的 可能税务也很高 希望他来到香港 就过一些好日子 可能他是存钱为乐 可能是的 可能是这样的 那我就买特朗普赢了 那你呢 我也是特朗普赢了 那希望我们 成功 我们下个星期再谈其他事情 因为这集出现的时候 应该有选举的结果 是的 是的 我们星期五 那希望 一开始 那希望 如我们所愿 咦 去到4号了 是的 差不多了 那下集再谈我们 OK 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记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还有记住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